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咒询访告》 今集邀请到文政总署的代表陈丽莎小姐上来的节目 陈小姐 你好 9月24日是中秋节 按传统的习俗 市民会外出上月和玩灯笼来应节 在宽度佳节的同时 市民应该要注意些什么 每逢中秋节 不少市民都会迎接一阶大小的游戏区 公园及公众地方上月和玩灯笼 为免发生意外 本署值次作出呼吁 小朋友在玩带有蜡烛的灯笼时 家长应该陪伴左右 和照顾好小朋友的安全 同时要设计任何人士都不应该随处剥立 因为有关行为 随着会影响环境卫生外 亦容易引发火警和导致身体受伤 另外本署也提醒市民 在公众地方宽度佳节期间 需要保持环境卫生 切物随处亂泡垃圾 不要切打花槽和破坏公物 亦需自行清理所为下的物品和垃圾后才离开 刚才说到 如果市民在公众地方煲立 亂泡垃圾 甚至破坏公物 有什么后果 如果市民在公众地方煲立 亂泡垃圾 甚至破坏公物 有关行为 已经触犯公众地方总规章的规定 为例者将会被检控 所以本署再次呼吁各位市民 在公众地方洒落的时候 需要遵守公众地方总规章的规定 切物以身示法 在节日期间 民政总署会有什么安排 确保公共地方的整洁 在节日期间 本署会加派稽查人员 在本澳各区进行巡查 亦会安排清洁专营公司 加强对公共街道的清洁工作 以维护本澳环境卫生 等市民在美洁环境下 宽度佳节 如果对本册内容有任何疑问 欢迎致电市民服务已线 28337676查询 谢谢陈小姐 不用客气 节目时间到了 再会